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這個全明星街球派對啦 那他是最近我們新出了一款這個籃球遊戲喔 那在哲平接觸這款遊戲之前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上一款籃球遊戲大概就是那個灌籃高手吧 然後這一點中間的話好像還有出了那個黑子籃球啦 喔 但是哲平沒有去玩他 那後來的話我是發現就是這款遊戲 他好像是有這個NBA授權的 所以裡面的這個角色的話 基本上都跟我們這個NBA球員有關 不過哲平的NBA的這個 我以前會看NBA啦 我自從就是Kobe Bryant退休之後我就再也沒有看了 所以我對這個 現在目前來說這個NBA這邊的球員不是說那麼了解 除非他有一些就是舊世代的啦 我的那個世代是那個 黃金世代 就是那個Kobe Bryant阿 然後那個Ifferson阿 跟就是那個 Tim Duncan他們還在的那個時候喔 所以是超早無敵以前的 不過這款的話裡面好像有那個 有Curry啦好不好 就是我們那個 之前那個金塊瑞還是 忘記是金塊還是勇士喔 勇士吧 勇士吧 勇士的那個就是超級射手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應該是比較熟悉一點點 然後這款的這個風格的話比較像那個 比較不像是我們那個 就是黑子籃球或是那個怪男高手一樣 是那種Q版風 他是走一個 真人風的 那我玩起來的話 目前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花啦 因為 大家如果玩過就是那個 黑子籃球或是那個怪男高手的話 你會發現就是他們那個技能很多 就是他可能會比較多一些就是那個 恐怖的一些那個招式阿 然後幹嘛之類的 所以那個可能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喔 他居然選擇干擾我 然後看起來的話基本上就是技能的層面 他是也有這個技能環節阿 但是好像 技能的這個部分就是比較不會就是 真的到那麼的高喔 就是不會吃那麼重喔 所以感覺就是 就是玩起來應該不會就是那麼的很像在尬招一樣 那你可能這種的話 基本上你就是要走一個就是 一個走位吧 就是走位然後就是要讓自己投球 就有點比較像是那種VStyle的感覺吧 雖然VStyle也是超級無敵多這個那個技能的 我看一下喔 對我這邊 檔拆一下 其實VStyle玩到就是一開始 就是新手階段的時候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就是以前的話基本上他 比如說你這玩一個小前鋒之類的對不對 你就是必須要走到一個空檔 所以你就是要一不不亂的就是晃人阿 然後去就是找那個空檔這樣子 就不是說就是那麼的簡單 就是不會像是就是那個 冠高手或是那個黑子一樣 就是那麼的那個迅速 就是整體來說不會就是那個那麼的恐怖一點點 那你就是要找這個掩護阿 然後去 有沒有 讓他們就是 讓隊友這個能夠投球的這個空檔 然後目前來說吳哲平玩的這個模式的話 他是就是那個11局的話就會結束了 所以他整體的這個打的這個什麼速度就還蠻快的 所以我覺得體驗玩起來還算是頂不錯的 如果大家就是 最近想要找一款就是籃球遊戲阿 然後就是 想要玩得輕鬆一點點我覺得這款還算不錯 不過就是要看你自己喜不喜歡就是 這種就是那個 比較半寫實的就是美系漫畫風格嘛 因為他就比較不像是那個什麼 不像是我們就是那個 灌籃高手跟黑子籃球就是那麼的這個 Q版的這個環節 但整體來說的話我覺得這款就是相較於 就是那個那兩款的話我覺得 目前來說啦 目前因為還沒有玩得非常透徹 我覺得那個 技能感比較不會那麼高 就是大家不會就是在天空飛來飛去 就是 就會走一個就是比較 那種就是真正的就是那種籃球然後對應 然後擋切那種東西的那種感覺喔 哇這個怎麼好像 排了有點久 喔那如果大家也有玩這款遊戲的話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就是 你們推薦哪一些角色啊 或是怎麼樣之類的喔 因為我覺得真的挺不錯 我們就趕快進到我們的下一場比賽 好來了各位排到了 其實我覺得排的時間好像也不會到就是 那麼的短 但好像也沒到就是很迅速啦 那這款遊戲好像是 4月21號的時候剛開始嗎 還是很久了我也不知道 然後我們現在玩的是這個喔 給我們的這個賽斯科瑞 不知道這個賽斯科瑞是不是就是那個啊 就是我們的Steven Carey的那個 兄弟是不是 所以我已經不太了解了 所以大家如果你們喜歡NBA的這個球員 還有在看NBA的話 這款遊戲應該是真正不錯喔 完了 我喜歡的那些球星基本上都已經就是 退休了喔 哈哈哈 那威斯基那些之類的 超久 欸你幹嘛 穿球啊老哥 What the fuck 完了 靠 不是啊 為什麼每次玩什麼遊戲都會有這種人啊 都不想贏的欸你知道嗎 看起來就是不想贏的啊 哇靠完了 遇到智障了各位 智幹王啊 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 幹嘛啊 欸完了完了 這很慘欸 完了白痴喔 不是這些人是怎麼樣啊 啊 靠我就完完蛋了 我們怎麼最近玩的遊戲都是長這樣啊 就是 就大家都會 幹嘛啦 哎唷喂啊 我覺得真的是蠻需要一堂拉苦隊友的耶 這沒有隊友是要玩個大便 哇完了 我們直接被一個0比7耶 這些人是不是 這真的是在幹什麼東西啊 不傳球的 然後那隻角色名就也不是那個射手 然後硬要去投3分 完了 完了 哈哈哈 完了 完了 怎麼會這樣啊 你看 不是他們是不是故意的啊 還是 因為其實我看過就是有一種就是 有一種家人就是他們會把 那個手機遊戲 就是會給小朋友玩 你知道嗎 那可能就是這些就是那些就是 你在吃飯的時候有沒有 他小朋友然後在旁邊玩那個 平板 我不是說那種就是小學生 或是那種就是 本身就在玩手機遊戲然後超強的那種小朋友 我是說就是那種可能你 有講話都還講不太清楚的那種小朋友 然後 爸媽可能就是為了讓他們就是 有東西玩然後他們就給他 宰了這款遊戲然後就 讓他 上來扁一扁這種感覺 好扯唷 希望下一把不會這樣 來看一下下一把 好 來了各位 我們的第三把希望這一把好不好 不要再搞了各位 我真的覺得很恐怖 而且 這款遊戲好像還有靈書好耶 到時候再看一下能不能就是 拿到靈書來跟大家分一下 來啦各位 希望 我跟你講 我現在跟那個Jump群星集結一樣 只希望什麼 只希望隊友是正常的呀 這不正常真的很難受耶 喔 對面好像 對面好像比較尷尬喔 完了完了 我們隊友 不會搶板啊 沒有板人 水水水水水 完了他們怎麼會有這個 喔有加速這個按鈕 我靠這什麼意思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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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哥 老哥 喔呦 終於傳球了 三分球 幹完了 超爛 哎呦呦呦 nice 好險喔 至少什麼 至少隊友是會傳球的好不好 你看相較小來自款我就覺得就是比較好一點點就是 他比較不會有那種就是那麼多那種技能然後 發狂發神經的那種亂閃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 這種的話我會蠻喜歡的 就是你真的就是要吃這個防守這些 小技巧之類的 完了 我超級不會搶板 那你要努力去盯人 烤完了 很難耶 老哥老哥 喔nice 會進就好了 真的很怕他們不會進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這個技能讓大家看到我們就是那個 胯下那邊不是有一個三分嗎 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我們那個技能喔 對那個是有技能 哇他剛是不是開了一個什麼技能 好恐怖喔 欸欸欸欸 勉強三分沒進 完了 完了完了 我有那什麼東西 好但我沒說 但我沒說 我怎麼感覺 剛剛有 有那個 技能的感覺了很可怕 啊技能 嗚呼 有了各位 就是要瘋狂的這個 開技能啊各位 很緊張耶 遇到會玩的人真的還蠻恐怖 蛤 哇靠 這又是什麼 鬼想要投球 給你了 有了有了 我們這把好像是三隻這個射手 我們再進一球就贏了 可是對面也是再進一個三分球就 就結束 嚴重干擾 有有有有 幹完了 三分出手沒有翻擾 哎 哎呀 拿到了拿到了拿到了 快老哥 就一球 啊完了白痴 哎呦我們盯到同一個了 籃板籃板 老哥穿球 幹 大家是不是都想要自己來 哦好啦有贏就好了 哎這把這個遊戲我真的覺得是 挺好玩的 但是 怎麼最近的遊戲都長這樣啊 就是隊友真的都很關鍵耶 真的是應該是喔 拍個直播跟觀眾一起玩 不然真的有夠危險的喔 好啦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這個 全明星接球啦 那你們有沒有玩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覺得這款的話好像 就是那個技能的那種 就是閃閃 就是閃來閃去那種感覺就是比較少的 大家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覺得應該 還是很不錯 之後的話有空的時候 都會上來打幾次這個球啦 好不好 那如果大家有玩的話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有哪一些角色 真滴不錯之類的喔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朋友 大家 掰掰啦 啊